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五大院 你要选哪家呢 我选北苍陵院 战胜陵王之后 却引来了不小的麻烦 牧尘 你身上的陵王灵光 我是要定了 可遥 别看你是天榜第三 我却并不想让你那么容易如愿 大木缓缓升起 诸多门派悉数登场 各色人等纷至岔来 这无尽世界又将上演怎样令人向往的传奇呢 且看主宰之路究竟谁主沉浮 大主宰为您揭晓答案 大千世界 万道争锋 大主宰 非我莫属 由懒人听书 原创录制 龙凤山脉 这片古老的区域自从北界存在以后 就是北界当中极其有名的古地 特别是当龙凤天被发现以后 更是让这片辽阔的地域成为北界之中 人气最鼎盛的地方之一 而如今这个时段正是龙凤天再次开启的时候 所以这片地域的人气也达到了一种相当恐怖的地步 方圆数十万里内 天空上的破风声几乎从未断过 铺天盖地的身影掠过天空 就像蝗虫一般对着龙凤山脉而去 当牧尘两人抵达龙凤山脉的时候 也正是能够观摩到像蝗虫过境一般的壮观一幕 惊人的数量 看的牧尘都有些目瞪口袋 这些人影都不算什么寻常人物 他们来自各方势力 在各自的势力当中 他们必然也是年轻一辈顶尖之中的存在 只是到这里以后 似乎再明亮的光芒 都会被那恐怖的人流所掩埋的 牧尘惊叹不已 他在北苍大陆也会过那些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 但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无法和北界相比 而到了这个时候 牧尘才真正明白北界的辽阔 即便是大罗天狱也只是其中一余 而且北界又只是天罗大陆的一余 这天罗大陆真是超级大陆啊 我们去龙凤古城吧 那里是最接近龙凤天开启的地方了 牧尘指向龙凤山脉的深处 那极为遥远的地方 隐约能见到一座灰红的让人震撼的城市轮廓 彩霄略显好奇四处打亮 然后无所谓的点了点头 牧尘见状率先掠出去 数十分钟以后 他速度变缓 眼神略有震动的望向前方 就见那里一座座危额的大山 仿佛是被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行的挤压在一起 在一座座巨山上头 隐约还能见到巨人一般的掌印 而在一座座巨山的上方 就是一座巨峨的 看不见尽头的古老城市 这座城市布满着岁月的斑驳 古老的蛮荒之气弥漫着 令这片天地都处于那种沧桑的笼罩之中 在城市边缘有一座座高达万丈的石塔 石塔上头隐约的能感觉到一些残余的灵力波动 那种波动 牧尘并不陌生 那是灵阵的波动 在远古的时候 这里必然有一座威力惊世的强大灵阵 只不过随着岁月流逝 那曾经足以傲视苍穹的强大灵阵 也被岁月磨灭了 这座城市 微额的让人感到震撼 即便在天空上 源源不断的有光影掠来 最后像蝗虫一般 落向这座古老城市 但是这座城市 却丝毫不见拥堵 牧尘和彩霄也进入城市 落在一条人来人往的青石谷街上 当他们一出现 周围就有无数道灼热的目光投射过来 当然了 那些目光的目标啊 全部都落在牧尘身旁的彩霄身上 对这种注目 彩霄像是早已经习惯 基本上无视掉 祸水啊 牧尘这样叹了一口气 彩霄看了他一眼 少女眉宇间的那抹妖魅般的风情 连牧尘都心跳了一下 于是啊 在那些视线越来越灼热之前 牧尘赶紧带着彩霄逃离了 有彩霄跟在身边 虽然引来太多注意 但是有他在 似乎想要知晓情报也是极为容易的 他只要笑吟吟的随意的问上一个人 那个人就会迷迷糊糊的把所有知道的情报全部吐露出来 走吧 去龙凤阁看一看 两个人走过喧闹的古城 最后在古城北面停下脚步 他们抬头望向前方 就见那里有一座金黄色的楼阁静静的矗立着 这座楼阁造型别致 龙凤和鸣 隐约间仿佛有着真正的龙威凤气弥漫着 在这个时候 在这座城市当中 不少光影都向这里聚集着 凭借着感知 牧尘能够察觉到那些略向这里的人影 实力普遍都比这座古城的其他地方更强一些 很显然 够资格来到这里的人呢 大部分都是北界年轻一辈的精英 而一些自认实力不足的自然 也不敢轻易进入其中 不过牧尘并没有因此有所驻步 他凝视着龙凤阁 然后直接迈步进去 进入龙凤阁以后 眼前的视野瞬间开阔 嘈杂声也涌入耳中 牧尘抬眼看去 就见在楼阁当中 错落有致的分出数层 每一层都是人影绰绰 每道人影周身都有强大的灵力波动 甚至在一些高处 更有惊人的灵力威压 弥漫着让人心惊 当牧尘两人走进龙凤阁的时候 那一层层原本有些吵闹的声音 也是层次分明的渐渐减弱 无数道惊艳的目光 投射向了牧尘身旁的彩霄 牧尘脸色平静 他只是和彩霄找了一个角落 安静的坐下 按照先前得来的情报 在这龙凤阁内 会有专人公布有关龙凤天的情报 他们只需要在这里等着就可以 原本牧尘只是想安静的获得情报 但是有了彩霄这盏明灯一般的存在 他知道恐怕现在的他 已经成为这龙凤阁内 无数年轻强者注意的对象 说不定已经有人开始打探他的身份 而也的确是不出牧尘所料的 在他进入龙凤阁的时候 一道熟悉的目光也立即从高层投射过来 目光当中带着几分寒意 柳岩正坐在高层 他目光平淡注视着牧尘所在的方向 而后目光也对着牧尘身旁的彩销 扫了扫 柳岩所在的地方 周围簇拥着众多身影 温然而笑吸引了这龙凤阁内无数道炽热的目光 那道牵影啊 身着火红长裙 他肌肤如雪 长裙下玲珑有致的胶躯 勾勒着饱满动人的曲线 让人血脉喷胀 他有极美的容颜 眉带弯弯 一对水淫淫的放牧 充满着夺魂高魄的妩媚 眼波流转间就高的男人心神慌乱 在周围不知道多少年轻强者 表面衣冠楚楚 可是眼神深处却是有着火焰在燃烧着 那番模样啊 似乎恨不得要把他吞进肚子里 这个妖女拥有着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占有欲 真是个好漂亮的小妹妹啊 红裙女子同样注意到极为出众的彩霄 她看了一眼彩霄身旁 颇为陌生的木尘 小手掩着红唇娇笑着 这位小哥倒是陌生得很 难道北界什么时候又出现了我不知道的年轻俊杰吗 他就是最近从大罗天狱中闯出来的新统领 倒是有些本事 柳明就废在他的手里 原本我还好心提醒他 最好不要参加龙凤天 不过看眼下这个样子 他似乎并没有把我的提醒放在心上 周围众人听到柳妍这话 顿时就明白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几名和柳妍交情颇好的年轻强者笑了笑 眼神戏谑的盯着下方的木尘 原来是大罗天狱中的能人 看来这次大罗天狱是出了一个挺厉害的新人了 大罗天狱虽然是北界顶尖势力 但在年轻一辈的培养上 却是让人不敢空违 这些年的龙凤天可一直没他们什么事 怎么这一回又突然想起来了 难道是以前没把脸丢够吗 一个和柳妍交好的年轻强者笑着 言语之间充满着攻击性 他的声音并没掩饰 反而刻意在一丝灵力的包裹下 从高层传下来 顿时让这龙凤阁内微微静了静 无数道看好戏般的目光 都投向了下方角落出的那道年轻身影 那道身影在这个时候顿了顿 他并没有暴怒而起 那张俊逸的脸庞颇为平静 柳妍把玩着茶杯 他并没有看向牧尘的身影 他只是淡淡的笑了一声 然后呢 他对着先前出生的那个青年强者 微不可查的点了点头 见到他的示意以后 那年轻强者咧嘴一笑 脚尖一点 身形就掠出去 就像一座铁塔一般 落在了牧尘的前边 然后手掌直接对着牧尘肩膀抓过去 柳妍大哥想请你上去坐坐 小子 跟我来吧 他的手掌落在牧尘的肩膀上头 而那道身影呢 却像磐石一般 蚊丝不动 牧尘的身影蚊丝不动 然而那平静当中带着寒意的声音 却在这龙凤阁内传开了 想要出手的话 就自己来动手 让这些不入流的东西来 也不怕弱了你玄天殿少殿主的名头吗 一些目光 隐隐射向高层上的那道淡然身影 柳妍的名头啊 在北界当中是响当当的 龙凤路上那是高居第四的排名 即便眼下去就在这龙凤阁里的人 几乎都算是年轻一辈当中的精英 但是当他们面对着柳妍的时候 也不免会显得有些忌惮 在高层 柳妍听到牧尘的话以后 神色没有多少波动 他只是姿态颇高的淡淡笑了一笑 在这里 他的身份显然不是牧尘这种无名之辈可比的 在柳妍周深 一些与他交好的年轻强者滴滴笑了一声 有些不善的目光 也开始投向下方牧尘的身影 算整个龙凤阁内焦点的红裙女子 在这个时候也饶有兴致的轻轻笑了一声 而在整个龙凤阁中 众多目光投射向那个方向的时候 先前对牧尘出手的年轻强者 脸色却有些阴沉 他显然是没想到 这个实力不过三品至尊的家伙 竟然视他无误 他也算是有些惩服 没有直接翻脸 反而后退一步 在下雪龙山吕阳 这位朋友 报个号吧 雪龙山 在北界当中也算一帮大势力 实力并不比百战欲弱 而吕阳呢 则是雪山年轻一辈当中的佼佼者 牧尘背对吕阳 一张俊义的面旁有些寒意 他倒是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柳妍 而且他同样也没想到 那个柳妍这么耐不住性子 还不等他屁股作热 就已经对他出手 这个家伙似乎还有些傲气 并不屑直接对牧尘出手 这个人呢 他多半是以为 自己不够这个资格 所以在他的暗示下 他的这些狐朋狗友 忍不住的跳了出来 再看彩霄 他坐在牧尘一旁 小手托着香塞 望着这一幕 对着牧尘微微的一笑 看来你惹祸的本事 可不比我弱多少啊 人家都来打你的脸了 牧尘并没有回头看向雪龙山的吕阳 大罗天狱好歹也在北界当中也算顶尖势力 如果换在平时 这雪龙山恐怕连屁都不敢放 而现在却敢在自己面前 这样跋扈 面对这种角色 自己如果主动硬了 那是丢了大罗天狱的身份 那柳言自傲 但是他又何尝知道 这个俊义温和的少年心中的傲气 比起他来 不知道要强上多少倍 吕阳报完名号以后 并没得到牧尘的回应 他的眼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 一抹力气涌上双目 什么时候 一个三品至尊 竟然也敢在自己面前摆扑了 他难道真的以为 这里是在大罗天狱吗 看来这位朋友 是嫌我雪龙山 分量不够 以大罗天狱的实力 其实倒是有着这份资格的 不过 难道你就认为 你也有这份资格 不成吗 当最后一个字音落下的时候 吕阳眼神突然一寒 磅礴的灵力像风暴一样 从他体内爆发开来 那种灵力强悍程度 引得龙凤阁内不少强者 为之策目 我们再次吟 我们来看 看来